今天要教英文写作里面常用的分裂句构 那分裂句构其实就是一个强调的句型 它可以强调句子的主词、受词、副词 那需要具备的就是三个字 It is that 或者是 It was that 那原来的句子如果是时代是过去式的话 就是用 It was that 那我这里有个例句叫John broke the window in the classroom yesterday 我用色块来表示 John是主格 The window是受格 In the classroom是地方副词 Yesterday是时间副词 那我可以强调这四个部分 原来的句子John broke broke是过去式 所以原来句子是过去式 所以我必须要用 It was that 来强调 那假设我要强调的是主格John 那就把John丢进 It was that 之间 就把John丢到 Was 之间 剩下的句子丢到 That 后面 就完成了 所以第一句是强调主词 那我也可以强调受词 The window 那我把 The window 丢进 It was that 之间 就把它丢到 Was 后面 剩下的句子丢到 That 后面 所以第二句就是强调我的受词 那我也可以强调我的句子里面的副词 我先强调绿色块的地方副词 In the classroom丢进 It was that 之间 剩下的句子丢到 That 后面 剩下的句子丢到 That 后面 最后一个句子 我可以强调我的时间副词 所以我把紫色块的 Yesterday 放进 It was that 之间 剩下的句子再丢到 That 后面 你看看 句子就是这么容易 所以希望同学 可以利用分裂句构 去让你的句子变得更活泼 这时候我要用这样的词 本来是这样的词